作为时尚界的宠儿,Angela Baby首当其冲,出现在了某杂志的慈善晚会现场。 晚会当日,Angela Baby身穿品牌高定礼服,刚一亮相就成了整场晚会的焦点。 从照片来看,32岁的Baby皮肤光洁毫无瑕疵,整个人白到发光。 身穿绿色仙女裙子的她,整个人仙气十足,看上去给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。 据了解,Baby当时所穿的礼服来自某品牌的秋冬高定。 作为2021年的新款礼服,Baby是全球上第一个穿到她的人。 蓬松的薄纱,繁琐的刺绣,大胆的配色。 这样的衣服如果穿在别人身上,也许会杂乱无章,但在Baby身上却看上去仙气十足。 模特出道的她,不论身材还是颜值,都很拔萃,因此Baby也拥有了高定礼服随便穿的特权。 今年6月份,Angela Baby有幸连续穿上了6件古董高定。 而她出道以来,已经穿过了95套高定礼服,被统计为国内穿高定次数最多的85后女艺人。 昔日的Baby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模特,靠着不怕吃苦的精神。 如今的她拥有了一大批粉丝,成功精神娱乐圈热榜。 年轻貌美的Baby除了事业有成外,还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。 儿子呆萌可爱,老公帅气多精,如此幸福的生活实在太让人羡慕了。